中共两名军委委员防风辉,张扬落马后,当局很少通报军老虎落 马,但日前当局通报两名副司令员严重违纪被削职 CAT NEMATIS,大纪元记者张顿综合报道,日前,中共官方首次 证实两名副司令被查,包括战略支援部队前副司令员饶开勋,西部站 驱陆军前副司令员徐向华 此前,饶开勋等多名高级将领被查的消息 已喘得沸沸扬扬 中共全国人大网10月26日通报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 终止中共战略支援部队前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饶开勋 西部战区陆军前副司令员徐向华等6人的中共全国人大资格 决 饶开勋,徐向华都是因为严重违纪,被责令辞去中共 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其中,战略支援部队选举委员会7月31日接受 饶开勋辞职,西部战区陆军选举委员会8月26日接受徐向华辞职 饶开勋,中将军贤,曾任第13军参谋长,14军军长,总参作战部 部长,2016年1月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徐向华,少将军衔 曾任第65军参谋长,74军军长,2018年10月任西部战区 陆军副司令员 这是中共官方首次披露上述两名副司令员严重违纪 被削指,剥夺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今年7月,港媒曾传出中 共多名高级将领被调查的消息,包括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饶开勋中 江,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辉中江,东部战区陆军政委廖可多 中江,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委张书国中将等 其中,饶开勋和廖可 夺传遭将级处分,军连将两级,由副战区级降至副军级,可能避过牢 欲知灾 据香港明报7月10日报道,上述可能被查的将领被指,设防峰辉案 据说,防峰辉狱中做工,涉及军中不少将领 中共,前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长防峰辉,被指是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 投马,是郭的陕西老乡,就不 据报,防峰辉为了攀上郭伯雄 曾当着外人的面直呼郭伟姐夫,而后双方认识 徐才后2014 年3月落马后,郭也传将被调查之初 防曾私下表示,谁要敢动老 首长,郭伯雄,我一枪毙了他 防峰辉因此被戏称为防疫枪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共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防峰辉和中共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突然在2017年8月底,被免职,调查 2017年11月28日,当局首次公布张阳是8月 28日被调查,11月23日在家自意身亡,2018年1月9日 当局首次宣布防峰辉也被调查,并已送军事检查机关处理 外界普遍,认为,防峰辉,张阳被抓的原因,主要是其涉嫌谋划针对习近平的军 市政变 张阳被指示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后的嫡系 据报,徐 郭在中共十八大前,分别将张,防提拔为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参谋长 意在让他们在中共十九大上接任军委副主席的职位,想通过他们计 去控制军权 而徐 郭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信,江泽民在二百四年交出军权前,提拔他们为军委副主席 然后利用他们架空了十任,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权力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上台后,为了夺回军权 在军中展开了中共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反腐打虎运动 拿下了包括 徐才后,郭伯雄,房峰辉,张扬,中共空军前政委田修司,武警部队 前司令员王建平,国防大学前校长王喜斌等七名上将,查处了约十 加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